大家好,我是小王子 今天是12月16日 明天12月17日 就是我们American Fest 第一天 我带大家走一下 我们现在是在展厅 昨天我们看到了很多 现场的 展示的area 它们是什么样的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 对 就是这样的 昨天我们看到这个效果非常棒 他们这个是 背后的墙是金属的 然后这个是实体的柜子 然后我们想 我们虽然也准备了很多 但是我们确实没有这个高级 那我们说 那就一定要让我们不能给新兽联邦人丢脸 所以我昨天打了几百个电话 在24小时 就在现在 我们所有的这一整套设备 我们整个所有的两个展厅 全部都有了 加上红地毯 蓝地毯 背墙 侧灯 所有的一切全部都到位 而且我们还带到了非常高级的 郭先生喜欢纯色的 我们新兽联邦人都喜欢纯色的 我们要简单的色调 我们沙发 所有大家可以看正在组装中 现在还没有完全组装完成 所以说走到任何地方 只要相信奇迹就一定会发生 而且就是这个背景墙的老板 他本来不打算参与MFest 当他了解我们是消灭新中 共产党的新中国联邦人的时候 他说 我一定百分之百支持你 是这个老板给三个同行打了电话 他们才在今天早上6点开始的工作 帮我们在这个时间内 一天不到24小时 把这个墙做好 然后送到现场 而且这个老板要亲自专门买了票 来参加MFest 为了就是来我们的展馆 和我们交一个朋友 走到世界任何地方 新中国联邦人追求正义 走到任何地方 全部都是朋友 全部都是战友 那我今天手里非常荣幸 我给大家分享 这全部都是战友 这是我们的VIP Pass 贵宾 Pass 当大家所有能参加到现场 走到MFest的所有的战友 你们都知道 我们只要走进来 别人问你是谁 你就用说 New Federal State of China 全场任何人 每一个人都知道 什么叫新中国联邦 而且大家都尊重我 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展位 我们的展位 我们的媒体区在外面 就在Newsmax的后面 是所有人走出这个场面 就在正对面 现在还没有组装起来 走出这个门 看到 现在还看到外面黑黑的那个 还没有组装好的 那就是我们的媒体区 为什么呢 为什么TPUSA 为什么这么多美国人 他们这么照顾我们 这么帮助我们 让我们一个又一个的袭击发生呢 战友们 就是灭共 好 谢谢战友们 谢谢大家